在這樣寒冷的天氣 然後準時的抵達 然後你跟我們一起分享 這個唐政偉今天早上給我們的一個課程 那我要跟各位講 非常的幸運 因為就我官片所有的資料 跟看過相關的一些訪談等等 唐政偉基本上來講 他有視訊接受訪談比較多 他很少親自到達現場 所以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表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當然很珍惜這一次 尤其是我們可以跟 等一下還可以跟真人照相 不用視訊 我跟他在清大那個受訪 還有一個投影的那個娃娃 那個點像在那個機器人上面 那我要跟各位講說 其實我不用太多的時間去介紹 所謂人家講的天才兒童 所謂人家講的任何在這個所謂的數位 或是這個所謂資訊的一個專業領域 但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課程 我們可以看一下唐政偉 因為我覺得他有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不但是最早年輕入閣的政務委員之外 其實各位可以從他 我發現維基可能是你自己維護 或者有專人維護 真的喔 那有別 所以 OK 各位記得看維基 但我不知道唐政偉有沒有確認了維基的敘述 維基在上面對他的敘述非常的 我覺得已經到 從他小時候到成長過程一個還蠻完整的一個經歷 但我看到最重要的一點是唐政偉其實是一個除了有獨立思考之外的人喔 他非常的完整 所以完整要所謂全方位 全方位就代表什麼 我看到他看《易經》 看《薩斯比亞》 看那個 我看一下我的筆記 馬克思主義其實我很訝異 然後另外一點是 他還到了 他還看了 他還去這個所謂的 修習一些相關的心靈課程 包含這個印度很有名的哲學大師 哲學思想大師奧修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可能我們看過他過去經歷就是說 可能曾經被霸凌的人到後來喔 他不是只是專注在我們所謂的虛擬世界 他還能夠走出自己的世界跟人群對話 陳如他曾經分享說 他比如說這個 Google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Google不到的 包含什麼什麼 面對面問路 就是這是你可能比Google還要快速的方法 所以他體會到了跟人的接觸 那也因為這樣我相信在他的一個概念下 我們看到的數位世界會是多元而且是溫暖的 不再只是虛擬世界 我們看到一些什麼災難的那種想像 那所以今天其實很榮幸 我就不多花時間 因為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很期待這樣的一個 因為我想看到一個 人很難可以獨立思考 又這麼的完整 因為大部分獨立思考的人 都會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對 所以讓我們掌聲歡迎一下唐正文 大家早 早 大家可以叫我唐正文 我還沒有很被習慣叫唐正文 那很高興來這邊 那已經有一些朋友已經連上這個網站了 那非常好 我就這個 藉此說明一下我通常演講的方式 希望是這樣 就是說主辦單位如果我們時間夠長 今天是不是好像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嗎 兩個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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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到下午 OK 到晚上 我這個晚上七點才有一團 我們到六點沒有開玩笑 那個我們就兩個半小時 或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有這麼一長段的可以互動的時間的時候 我通常就會用slido.com 所以現在如果大家有手機或者其他可以上網的裝置的話 麻煩連到這個網址 就是slido.com 那這個網址連上去之後 他會要問一個數字 那event code 那這個數字就是今天日期1209 然後輸入之後按綠色的那個join就可以進去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但是呢你也可以選擇具名 好比像說我們的中華電信的這個莊同學 就選擇了具名 那具名的情況下就是 或匿名的情況下 大家都可以問一些問題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說 我一面在講話 那其實 尤其在台灣我演講的時候 就是我一面講一面會突然舉手打斷我的人 其實比較少 好像大家這個比較沒有這樣子的習慣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大家可以隨時這個不用怕這個舉手 就可以打斷我 而且翻譯名 大家都愛滑手機也不知道是誰問的 然後這是一件事情 然後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問的話 你就不用特別再打一次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每個問題的右邊 或者想要討論事情 右邊都有一個讚 所以讚數越高的 它越會浮到上面去 那像這個已經是兩個讚了 這樣 那然後所以就是說 我的演講的方式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接下來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完全要跟大家決定 大家想聽什麼 大家想要問什麼 大家想要說什麼 都可以 然後就 其實你也可以舉手 或不舉手打斷我們都可以 那我了解這個要求比較高 或者在slido上面 就隨時把大家想聽的問題 跑上去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 會按照讚的順序來處理 好 那舉例來講 那現在這個最高票的問題是說 好久沒上河樓 第一次看到本尊康鳳 之前幾次研討會報告DigiPlus 都是預錄放影片 那這個事實上 就是說 假設我就是當然 行程拍不開是一個可能 或者是說 主辦單位就是 就是一個大廳 然後他給的議程裡面 要嘛沒有時間 要嘛沒有設計 要跟大家互動 如果沒有設計 跟大家互動 然後只是等於是致辭性質 或者是報告性質的話 確實我通常就是 預錄好一份影片 然後這份影片 可以用很多很多次 那對我來講 這個的目的就是說 就是說 我來這邊其實是想聽大家 對什麼東西感興趣 如果我沒有這個機會 受到大家對什麼東西感興趣的話 那其實就跟放這個影片 是一樣的意思 那這樣我也不用再花一次時間 所以 這是一個概念 那反過來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說像今天的演講 其實都是有錄影的 那這個錄影 會用開放的授權 把它放在網路上 意思就是說 任何人 即使今天 因為這個太冷了 我雨太大了 沒有辦法趕在這邊 或者是說 就是未來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隨時在網路上面 收看 當然各位回去之後 也隨時都可以收看 那這個又會變成 未來演講的素材 所以等於就是說 是一個人跟人的互動 還是最主要的 那就像 有了這個系統不表示 我們都在上面互動 而是說 大家更知道 我們目前在討論的事情 是什麼 它是一個輔助 那就像錄影 它也只是一個輔助 需要花很多的心理去注意 這些旁邊的這些東西 這些科技 那這些科技它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讓兩次面對面的溝通 中間更有效率 因為大家可以事後去看 或者是說事後留言 或者是說有些follow up 等等 那這個我想是網路科技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用處 就是說 我們能夠同時同地 當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是不能同時 或不能同地的時候 它可以稍微彌補上一點點 它可以稍微彌補上一點點 兩次同時同地 中間的這個溝通上面的障礙 這樣 好 那 有一個朋友說早安 早安 然後 有另外一個朋友用英文說早安 Good morning 然後 也有個Kinsley 說早安 好 那我們就開始 今天第一個題目 有人說最近行政院說要提高行動支付的使用率 那它的必要性跟方法如何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請跟大家報告一下 行動支付當然有別於電子支付 電子支付的意思其實就是不是用現金的就叫電子支付 就這樣 好 那所以電子支付的使用率其實不用特別去promote 它本來就會慢慢慢慢提高 你不管是刷信用卡或者是轉賬 或者是所有這種線上的付款 或者是線下的 反正你只要不是拿現金出來 拿也有卡出來 拿別的東西出來 那些都算是電子支付 那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們大概都覺得說 OK 很多地方你稍微比一下 這個稍微刷一下 或者是刷卡 它跟用現金當然是比較省時間 它使用者體驗稍微比較防線 那使用者體驗比較好的狀況下 當然慢慢慢慢過兒相傳 它就會越來越多人用 那所以這個其實不需要特別去推廣 電子支付也會增加 那行動支付它的意思比較不一樣 行動支付是說 這個消費的過程裡面 它是通常用你自己的手機 或者是其他的行動載具 那這個行動載具 它在支付的過程裡面 它是無卡的 或是說它的卡是虛擬化的 那這個卡是虛擬化的 這件事情就有兩個效益 一個效益是說 它是可以對你自己來講 你的消費的記錄 或者是你自己消費哪些事情 你不用再一個一個去各個不同的卡 這個網站或者是電子發票 或者是其他服務上面查 理論上這個就是你自己的行動裝置 是相當於你自己的個人電腦 那自己的個人電腦上面 當然資料啊 所有這些消費行為紀錄都是你自己的 所以那這件事情可以去做很多就是行為 或者消費相關的一些優惠啊分析啊等等 那個是客戶自己的 那從被行動消費 或者是這個就是提供這個行動支付的這個 BOS的這個點的角度來看 那它也可以學到更多關於一個事情 因為一台手機它能夠提供的資訊 以及所使用的這個行動支付的這個交易的第三方 能夠提供的資訊通常是比一張卡多 因為它可以比較明確的如果你同意的情況下知道 上一次是你這一次也是你 而不是說一個人有好幾張卡 這個我每次去不同的地方 就拿不同的卡出來 那這樣子看起來好像是三個人有三張卡 但是在行動支付的情況之下 只要是它的後面的那個支付的系統 是能夠互通或能夠一致的 那這樣子這個消費行為的軌跡 它是比較容易去計算 那這個當然都是從業界的角度來看 就是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要覺得說行動支付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想這個有兩個 一個面子問題 一個禮子問題 面子問題是因為就是 確實就是媒體啊 或什麼就很喜歡去說這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瞎瞎這個大家都有行動支付 然後都沒有現金了 感覺上就很進步等等 對那但是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不同的狀況 就是說我們對我們來講 行動支付比起刷唯有卡 或者就算比起拿現金出來好了 它可能節省的時間 或是它使用的便利性 也許你節省到一秒 或者如果這個POS沒有裝的特別好的話 也許事實上你還多花一兩秒的時間 它並不是百分之百比較便利的 但是呢在某些特定的地方 好比像說如果微超猖獗 好比像說如果提款機就不是很多 好比像說如果就沒有這個比較方便的 前一代的電子支付的這個系統 那基本上行動支付是唯一的辦法 就是說這個是唯一可靠或者可信的辦法 其實為什麼我們在非洲 這個有一些國家就看到說 他們全部去用行動支付 因為對他們來講 就是當地並沒有一個很好的 前一代的系統在運作中 那所以當然那個adoption 就是你如果去看這個使用率 那就是一下子竄高 因為終於解決了他們一個 剛性的時機的需求 那對我們來講 這並不是那麼強烈的需求 那所以當然從一些就是調查報告上面 就會看到說那一些上一代的infrastructure 這個比較差的地方就會這樣飆高 那台灣看起來就平平的這樣子 或日本啊其他地方看起來就平平 因為上一代的那個技術 目前還運作得好好的嘛 這樣那所以這裡就產生一個面子問題 那就是說凡是就是有些媒體 或者是有些朋友們看到這個曲線 跟這個曲線在一起的時候 自己就會起一個就是好像篇數人的這個感覺 那這個我理解了 就是說當然當然可能教育的過程之中 可能會有這個就是每一刻的考試啊 彼此互相比較啊等等 但我自己沒有這個經驗 所以我這一套對我並不是很有 很有意義啦 但是OK 那反過來講就是理子這件事情 確實就是說行動支付它如果普遍的話 或者甚至接下來下一代的區塊鏈 或者是透過一些別的方式做計算等等 它確實是可以讓你不需要去改變硬體 就可以去試驗更新的就是交易結算的方法 或者中間那些價值服務的方法 因為行動支付它是就是一台同用電腦就是你的手機 對另一台同用電腦就是那個電家的手機 同用電腦的意思就是說上面的軟體是隨時可以改 隨時可以更新等等 但是如果你是還是用一張卡的話 那個卡裡面即使它有一台小電腦 一台小加把電腦或什麼別的 它要更新是很困難的 你還要就是有一個讀卡機上去做韌體更新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其實它的那個成本是非常高 所以當你要試驗新的技術 或是試驗新的方式的時候 它的創新比較不容易發生 而且很可能卡上的軟體跟這張卡的硬體是同一家廠商 所以別的軟體也不能夠來試驗這一家這個卡的硬體 到底還能夠做出怎麼樣的發揮 但是因為手機本來你要做這件事情 剛剛講的很複雜 兩個在手機就是你多裝一個APP對不對 或者你像一個新的網站而已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從政府就要看禮姿是什麼 就是它的創新比較容易發生 它的創新可以同時發生好幾套 而且我們可以去做所謂的AB testing 就是說某些人是用這樣子的手機 我用這樣子的APP 另外一些人是用這樣子的APP 它是用這個體驗它的轉換率等等 那可能這兩家APP 中間還可以有一些彼此互相合作的一個關係 去說那我這邊的APP是怎麼樣流到 你那邊去了等等 所以就是說這件事情它會變成一個 讓大家比較習慣 就是手機是個人電腦的一部分 好比像說我現在錢包裡面發的那些卡 它感覺都不是我的一部分 它感覺都是別的銀行的一部分 或別的什麼別的東西的一部分 好像是他們借給我用 那事實上也是這樣 就是他們如果要收回去 就隨時會收回去嘛 要停止也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但是越來越多的就是金融的創新 是讓你自己的這台手機本身就能夠做處理 你甚至可以在上面寫一些小程式等等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叫做端點對端點的創新 就是說從使用者這一段 跟從處理者就是需求提供者這一段 服務產品提供者這一段 雙方只要都願意用某種新的方式去做創新 去快點啊 以太方啊等等 這個東西就自動成立 它不需要再經過中間的這個 就是那一張實體卡片或其他別的東西 所以整個目的從我們角度來看 像我們現在有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它都是快要三度的希望 它的目的就是說 這種需要創新的朋友們 它投入的成本盡量少 它可以在軟體層去創新 不用花那麼多時間重新發卡 其實發卡到每個人家裡是非常高的成本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可以說我們目前可能違反目前現有的 一些警官會的主管的法律一些特許 或者是說一些別的主管機關的一些法規命令 但是這個法等於是說 我們是有系統的讓人違法 就是說它只要說我打算要違反哪些法規命令 它就可以有六個月或現在 據說要加碼到最多三年的這個時間 它就可以違反這個法規命令 但是基本的當然各自法 效保這些還是要保持 但是在這段實驗期 我們說六個月好了 它就可以施這種完全全新的支付方法 或者是就是看起來像銀行不是銀行 看起來像保險不是保險 看起來像證券不是證券的 這些東西整合到大家手機的體驗裡面 那在這一小塊地方 然後這一小群人 試驗了六個月之後才會去稍微擴大等等 但是當實驗結束的時候 至少整個社會裡面我們就會有一批人 幾百人或幾千人 甚至旁邊的這個親朋好友啊媒體啊 都可以知道說這套新東西 對社會到底會帶來什麼大的影響力 它是正面影響力還是負面影響力 負面影響力要怎麼樣去解決等等 在這個時候實驗如果失敗了 就是大家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壞主意 那這個時候呢就雖然時間中止 投資人也賠了一些錢 但這些錢不是百花的 他幫整個社會付了學費 因為這個報告是會公開的 地方政府也會更了解這件這個創新 那當然如果這是一個好主意的話呢 那就更好了 那我們就會給它一段就是適應期 這段適應期裡面 這一家創新的公司它可以再去募資 那主管機關這邊當年被挑戰的這些 它暫時不乏的這些法規命令 就可以進行調整 那這個時候不管是從地位的角度來看 或是說從我們各部會的角度來看 這個就是已經實驗成功的嘛 所以我們要給它一個命份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就水到渠成 我們不需要再去做非常多社會溝通的工作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事實 以及大家的感受已經是很正面 來佐證來支持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我們類似像之前誤會來的這種 就是從灰到黑到白的這個過程 就是可以節省很多社會成本 因為中間有一段適應或者是實驗期 那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個必要性離子的部分 是我在意的部分 就是它讓斷點對斷點的實驗更容易發生 那至於方法 以我理解當然政府它就是 自己能夠處理或者控制的部分 是能夠最容易開始的嘛 所以我們就可能像是大宗運輸 或者是目前我不知道就是桃園街 就是機場捷運啊 或者是我不知道台鐵啊 或者等等的這些高鐵 所以所有這些目前還不能夠用 行動支付的一些短點 有些已經可以了 那慢慢的還變成可以用 那因為 畢竟交通是每天每個人都會 用某種方式經過的部分嘛 即使打計程車 現在像我有一天 這個從新軍隊搭車回家 然後 就是上了一台 應該是台灣搭車對吧 那然後 那我沒有說台灣業配的廣告 或者是說 我後來就看我沒帶錢 然後就是 錢包就放在辦公室 那但是那個 就說沒問題啊 然後他就拿出一台這個 Apple Pay的POS 然後 這樣子付款 大概也是兩秒不到 就用手機付了錢 那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方便 沒有錯 那所以 如果我 reasonably sure 就是說 我碰到的計程車 大部分都有這種POS 我也去慢慢就不帶錢包了 所以確實啦 它是會對生活的習慣 產生一些影響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 藉由這種交通 不管是私部門 還是公部門的大眾運輸 在交通上面 大家都習慣說 至少在交通的時候 是可以使用行動支付 慢慢讓他挽移到一些其他別的地方 有一位行動支付胡先生 希望 這個 如果剛剛的這個 答案有什麼 想要這個 我還有學問也可以追問 說這個 有位朋友提議 將台灣失去 從GMP加8 改為GMP加9 脫離這個 中國大陸 以及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標準失去 可以象徵性地脫離中國 我的立場 我的立場 對於所有的聯署委員的立場 永遠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 他只要不違反憲法 我們就應該要好好討論 然後 在討論的過程之中 我們想要問的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他解決了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以及 就是說他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他是短時間的解決呢 還是他可以長時間 持續地解決這個問題 那 運氣很好的是 剛好我們 才有過一次協作會議 什麼是協作會議呢 就是我們會去邀 這些連署的提案人 跟他的連署人 那這個案子裡面 因為有兩個案子嘛 就是我們內部 這個都是 還叫8加9 就是那個 加班跟加9案 那所以我們兩邊各邀了 他們的提案人 就是各一個人 本來給了三個的 都只來了一個 然後以及跟所有這件事情 相關的部會 然後我們就 這其實有一點像 怎麼講 習慕立信 就是說 任何事情 這個不管他在 感覺上跟行政程序 這個關係再遠 我們也認真的討論 所以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會先反推說 他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他想要解決問題 是這個 這個我想大家都沒有意見 就是不管是 想要維持加8的 還是想要加9的 都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好 那這個東西 這個建議 綠色的是建議 它能不能對焦到這個問題上 然後以及它本身有什麼效益 那所以問題是黃色 那所以當然這邊 就是它實際上 這個台灣到底在哪裡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然後天安人主張說 日照時間越多 對健康越好 大家的運動習慣可以提升 那反對方當然提了一些 這個反對的理由 所以我們就真的很認真 教育部、勞動部、衛福部、人事行政總署 這個都去做了相關的調查 例如像這個教育部體育署 就提供了一份資料 說其實跟日照時間一點關係都沒有 主要的原因是 沒有時間懶得運動跟工作太累 那這三個是dominating factor 那這三個不解決 日照時間再多再少大家還是不運動 好等等 然後所以 這個這是教育部的狀況 然後另外一個主張是說 減少日落後交通事故的這個發生 那這間還有包含交通 也包含地理諮詢 航行儀器 所以這個就是有兩個cost 一個是剛一開始切換的時候的cost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ongoing cost 那交通過後來試算是說 沒有什麼ongoing cost 但是切換的時候有一定的cost 另外一個主張是說 它可以空調照明 可以節約用電 那後來這個就是工業院的朋友 就真的提供了資料 就是說假設我們這樣子跳 然後多一小時的日照的話 對空調來講可以節省千分之零點三 但是對於照明來講 那原來使用沒有影響 那當然就是說就是 他們是用一些模型去算 那我這邊就不講一些細節 然後呢還有一個我覺得非常有創意的 就是說它可以促進觀光發展 為什麼呢? 因為當家久的時候 大概就會等於早一小時上班 這個時候下班的時候 還沒有天完全黑 所以加班可以加比較久 那所以 對對對 那勞動部就馬上出來 這個提供了十個字 加班許多了老機法歸天 好 那交通部就順勢說 所以店家如果久時上下班 其實沒有影響 那當然 它當然還有一些不利益 所以我們也去算了一些不利益 就是它的調整到底要花 不好意思 多少時間 然後這個還有其他部分 好 那所以以上全部中正在一起 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有cost 確實是有cost cost一次性的蠻大的 但是持續性的呢 也沒有非常大 那現在問題只是說 我們要不要符這樣子的一個成本 然後它換到怎麼樣子的效益 那後來我們就分組討論 讓那個兩組的朋友都分組討論 為什麼這個效益 後來大家對這個的量化評估 是都給了比較低的分數 主要的是說 因為像香港他們連貨幣都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就是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只要做一國兩制 它只要講這四個字 其實長期下來就沒有了 就是說 就算不管什麼制度不一樣 不管是失去貨幣 語言隨便 它只要端住這四個字來 其實在國際上 它就可以繼續有主張 或者甚至他們自己也可以說 那所以這個 就是本來就是 一個國家裡面 就可以兩種制度 制度包含興趣 等等的這一套 所以就是說它的效益 一開始可能有 就是會上國際新聞 那就是在一開始我們付出 很大的第一次狀態成本的時候 會有一些國際效益 沒有錯 那這兩個能不能 就是衝抵這一件事 但是後來我們還要付一些 在Ungoing的成本的時候 這個東西可能它Ungoing的 編輯宣傳效益會低減 那所以這件事情 不一定很好 同樣的成本投入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需要它是低增的 那所以當時就是大家 就花了很多時間去說 那我們同樣是要花這些錢 那我們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做這些事情的話 它的這個編輯效益 就是不會低減的那麼快 而且也是可以低增的 甚至還包含有人提議說 機場入境的時候 就強烈地讓人用別的方式 不是挑時間的方式 感覺到這個是不同的國家等等 那所以就是說 這當然是蠻有創意的 很多東西都蠻有創意的 但整個目的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在否定特定的提議 而是說任何提議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做這種 分析性成本分析 然後這個成本分析 是往上拉到 它到底是在解決什麼問題上 所以我們並不會覺得 任何提案是好的或者不好的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它趁著就是全國的注意力 在某件事上的時候 我們去想辦法做出這樣的一張圖來 然後呢 透過協作會議的方法 留下主資的紀錄 然後呢把這個部分 有一些最可行的方法 在大家討論了五個小時之後 終於就結出來之後 那我就在禮拜五寫作會議 禮拜一就會把這一張圖 然後以及我們討論的階段性的結果 帶給院長 帶給其他的政務委員 然後去做一個報告 第一個是說讓院長知道說 我們有哪些可行方向 那第二個部分 這個也可以跟市政有一個扣和 因為行政院目前最主要的這個 市政方針裡面最前面就是文化台灣 就是建立台灣的文化主題性 那這個東西跟這兩邊的連署人 加起來一萬六千多人 想要的其實是很類似的 那所以這件事情 等於我們就多了一萬六千個職工 我們這樣講嘛 所以說我們如果寫出一套 這樣子可行的方案的話 我們一次回覆給兩個 安哥八千多個連署人 一次這樣撒出去 那其實這個就是建立政府 跟民間等於他們 訂閱了我們的電子報 這樣講 那所以就是一個 直接的溝通的channel 它就不太需要經過 中間媒體的轉手 或者其他別的管道的轉手 而是我們可以直接把 這樣子的願景 以及這樣討論的過程 提供給這一萬六千個 就是連署的雙方 那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感興趣的話 我們PEIS的網站 PEIS 其實對於一些比較大的連署案 都會有寫這個工作制 那在工作制裡面 像這個市區案 這個雙方都肯定說 我們沒有打假球 然後等等 那所以這整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價值 蠻有意義的 當然最近這個另外一案 也很有關注 那我們也是同樣的去做了 這樣子的一個效益 的一個評估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Methology 有興趣的話 我們這個工作制裡面 也有特別講這個東西的方法論 所以就是說 我立場永遠在這些連署案上 都是一樣的 就是協作會議之前 我絕對不會選邊站 絕對不會表談 因為不然我們就不用開會了 那然後第二個是說 開會的時候 我就會說 我們不預設任何特定的解法 同一個問題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法 但是很感謝大家連署來 把問題帶出來 然後接下來協作會議後 大家收斂到科興解法 這個時候我會說 好那我的立場就是 我會把這個就是跟院長 然後跟三長在政務會議討論 討論之後 他們有一些具體科興的 這個執行還是回到部會 那所以說其實我自己 就是一個通道 就是從民意到院長 政務會議 然後再到各個部會的 這樣一個通道 我自己在這個中間的立場 有可能是 是最不重要的 這是具體的回答 不好意思 來來 來 總共有一個 好高興 他是一個實體的 這種我們一般的反共實體 每個部會都要代表出席的 還是說一下 更創新的方法 比如說有些部會 可能比較遠 可以用線上或數位的方式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謝謝 那我們就剛好 Q進這個 一場協作的問題是怎麼開的 當然就是說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是用 就是所謂的網路實體整合 網絡整合的方法 來開協作會議 我們會先在網路上面 去做一些意見的蒐集 這些意見的蒐集 它會變成紙本 去讓實際在場的來的朋友們去看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 沒有辦法在場 然後他想要透過直播參加的話 我們通常就是用這個 slido平台 然後呢 然後把 就是這場會議的狀況 直接直播出去 我們最近還通常都是用360直播 那360直播的意思就是 你帶上VR 你就可以感覺你在現場 或者說你用手機轉一轉 你就可以看到現場 每一個人的表情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讓鏡頭 在這邊的朋友們 也可以有臨場感 然後他們也可以在這個臨場感之下 去及時的提出問題來 那另外一個協作會議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我們 因為不預設解法 所以說大家來這邊 其實只是拋出大家的一些第一手經驗 以及這些經驗的一些可能的感受而已 所以在這個對齊的過程 就是盤點歸納 跟最多道概念發展 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大家都覺得比較 怎麼講 比較不會在當場拍板定案 所以因此也比較沒有一個時間的一個 好像說我如果現在不講話 我就太遲了 因為主席就要拍板了 的這個感覺 那我想這個感受的management 是另外一個協作會議的特點 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說我們主持 基本上不是由公務員主持 是由就是總理的第三方的顧問來主持 那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在很多工部門 這個是很必要的 因為如果主持會議的是長官 而且這個長官之前已經表過胎 我讓人覺得他表過胎的話 那其實大家都其實不太想來 因為就是來幫主席背書嘛 那但是因為有直播 然後因為有主字稿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比較不會 讓人覺得好像是一定是 會怎麼樣表態 那關於這個我們有拍一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 大家可能在媒體上聽過說 這個花了相當多的時間 開了六四回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description就特別講說 媒體聯方提到的是 開了五次的工作坊 是一起設計明年的報酬軟體 不是拍這部片 這部片沒有花什麼時間 就是花大概兩小時 把個部會湊在一起 但是這部片它蠻好的去解釋了 我們的協作會議的這個過程 所以反正也只有不到五分鐘 我們就一起看一下 有音樂線嗎 還是我要把那個麥克風 剛剛有 剛剛已經要閃營了 好 我們來開開看 嘿 因為 好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叫沙威馬 然後 當時有一陣子在電梯上面 流行過一個梗 這個梗就是說 這個沙威馬 它其實是一隻動物 然後一隻動物它中間有一個沙威河 然後什麼只要這個鐵沙不要穿過沙威河 這隻動物就還是活著的 然後它會一直長一直長一直長 然後那就是永遠都不會這個 就是笑下來 你只要這個一直把它外皮笑下來 你就可以一直有東西可以吃 然後還有人說它什麼在南部要沙威馬 什麼之類的 當時有一陣子是所謂沙威馬之亂 然後在這個沙威馬之亂的情況下 野兒傳兒的情況下 這個大家注意就發生在這邊嘛 那這就是所謂的文化干擾 那每一次我們碰到類似文化干擾的時候 我們就會試著就是成這一波的浪 那所以在當時這個文化干擾的時候 就有一位朋友真的來我們的連署平台提案 然後他提案就是在說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因為它明顯跟現實不符 所以國發會就把它回絕了 那回絕之後呢 我就覺得說可是這個題材很適合拿來拍宣傳片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如果用別的案子去拍宣傳片 不管是市區也好 或者其他的案子也好 正方跟反方 即使他們到最後是已經有一個共識 他們在一開始沒有共識的時候 一定都很可以的說 為什麼是他先出現 為什麼不是我先出現 為什麼他有五秒鐘 這個我只有四秒鐘 那我們這個團體裡面有NCC的同仁 他們非常就是在意這種描述的很平行 那在這件事情呢 這個在沙威馬是沒有這個會concent的 因為就沒有上來馬子就會嘛 所以就是說我們我們愛怎麼呈現就怎麼呈現 所以這邊除了事實上連署 並沒有到五千票之外 其他的包含各個部會的這個我們叫開發政府連絡人 都是演自己這些都是真人 所以就就是也回答一下這位朋友對於這些都會開的方式 太殘忍了 這樣虐待動物糖果給我負責嗎 我覺得你要上網聯署 再進行 誤 rep 每個月初都有開一次的 每個部份都會變 任何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可以纽约它 动物保护的部分的话 因为牧场里面的迅速产品基本上属于经济动物 所以这两个例子都跟我们会有关 所以我想我们就来担任体育关系完成 接下来 所以我们也确定要把相关吃法的细节 可以听听我们警察的意见 那第一名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小的很厉害的 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规则 尤其这个协会的PRO 那我们可能就是来做一个协作的工作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政府联络人的周围 我们看到最近正在烧的这个案子的提案人 联署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还有我们各部会的联络人们 其实都齐聚一堂来这边进行讨论 那虽然这个提案用的是比较情绪性的字眼 我自己也非常关心动物保护 但希望我们先能够放开心重要聆听的方式 先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和经验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这么精进政府的作为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进行的流程局方式 从问题盘点为那定义到这个政策服务概念的发展 会一个目的就是说如果越多人能够采取这样子的演义 那就越多人会去满意然后使用再建设 大家好,我是蒂阿龙 大家好,我是 hanno 大家好,我是 Teahário 大家好,我是 winning 然後推動網課的科長你們在PILI的了解 薩威瑪是一個阿拉伯人肉類的產品 也大量的使用國產在地的事態 現在有整理出來大概七個問題 這邊已經有出貨產品一些解決辦法了 有沒有希望可以增加的 我們其實還有提供就業補導的這個台灣就業公司 未來再加強在這個宣導補導的一個部分 那就幫助我們這些產生會出一些創業和行銷 每個事實上其實各位的公司是會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可以結合自己來管理公司 假設最後真的有這種類似沙威瑪這種東西 稀有的動物出現的話 我們在訪日到底是不是有助理 足夠去保護這種有限的性命 今天在這個沙威瑪的議題是由我們同學會來主辦 那麼在各位各部會的協助之下 那麼今天很高興呢就是我們的提案人跟一大相關人都出席了 跟大家一起討論同種族的這些問題 那此外呢經過大家的共識的溝通呢 我們也統整出這些解決的方法 我們今天所有的產出呢都會上傳到我們的數位白板上面 公共進通所有的余會者能夠在日後需要免疫的時候 那可以向我們討論好謝謝 很謝謝大家在這個星期五我們花了三四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大家彼此對教練達到彼此的理解 那這邊呢我們盤點出一些各部會具體的協助的事項之外呢 我也看到說明我們會需要發佈一個新聞報道的情形 這個現實 所以說我們這一期的政務會 以下我會跟院長以及其他政務員們討論一下 支持看新聞傳播出可能用一個微電影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把說明事情的卡講清楚 謝謝大家 那當然這個是很好啦 但是就是說這個協作會議的基本款的成分大概都在這上面 那有一些是選用款像剛才講到的即時的直播 或者是說我們去恆春或者去澎湖開協作會議的時候 當地因為感興趣的朋友們非常多 所以我們會分成兩個會場 一個會場專門認真做討論用這個 那另外一個會場呢是用直播的方式 我自己帶著兩百多個這個好比說漁民啊 或者是當地的居民的朋友 一起來看討論的過程 然後隨時做大家可能有看過ESPN那種講解 就是說他這部下在這邊是因為這個 這部下在這邊是因為這個 這樣子一種求評啊 講評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隨時這個大的會場的朋友們 都可以用slido來提問題 然後我會收這些問題 那到中午就是這邊在吃飯的時候 這邊就是公民論壇 那任何人都可以輪流花三分鐘去 講話讓這邊聽到 那當然這兩個部分都是 後來都是有直播 甚至360直播的 那所以整個目的它就是說 是讓大家盡可能的 我們叫inclusive 就是盡可能的涵容 就是你不需要特別 一定很會用某種網路工具 你也可以用事後或者是中 好比像說看直播或實際就走到旁邊 某個縣政府的大會堂 或者是什麼其他方式 都能夠讓自己的聲音進入這個討論裡面 變成大家都可以好像平平圖一樣貼東西上去 那我們現在25次協作會議了 那早期的幾次當然其實都已經形成政策了嘛 像那個車測中心 就是國產車裝飾測試 現在好像應該是兩年多三年之內 就會正式上路運作 那計畫管理法案 就是國發會的全生命周期管考的這個東西 他們也非常認真的在處理 那只有一個目前還是 沒有辦法從中央完全處理好的 就是摩托車兩段式左轉 那這個是因為這部分是地方自知的權限 有些地方它很勇於去實驗說 那我們就調一些路段來做 就是一段式左轉 那某些地方可能就還是比較保守 那這個部分交通部可能只能寫一個guide line 它沒辦法強迫每個地方都去進行怎麼樣的修改 那第五次這個是因為 當時好像有一個學校 它就是強迫所有的學生的家長 都要讓小孩上帝法節課 他們還是有送同意書 那同意書上三個選項就是 同意同意我同意 所以你不管夠哪一個 你的小孩都要上帝法節課 那所以就造成民怨 所以我們就盤點了一下這個相關的法令 那後來稍微不久有一個喊下去說 同意書上面不同意的選項才能叫同意書 然後那第六次這個很特別 它是連署還沒有到五千人 那衛福部就主動的來處理 那這個作品是什麼 是散銅劑可能有人有點過 我小時候有點過 它就是可以抑制晶食的惡化 但是點了很不舒服 就會刺痛會微光啊等等這些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新加坡當時他們就做了一個 各種不同的散銅劑量的研究 那我們就知道有實驗組 那對照組呢 如果完全沒有感覺的話 其實心理因素就沒有辦法排除 所以他們對照組就把它稀釋到這個 好像萬分之一吧 那所以就覺得說這一定沒效果 那把它當作對照組用 後來就發現對照組的精神也沒有惡化 事實上它稀釋到萬分之一 也差不多一樣好 那但是呢 它就沒有微光也不會通 就是它的副作用就沒有了 但是還是有作用 所以就是算是一個非常美麗的一個發現 那這個發現一出來呢 就有Paper嘛 那台灣這邊馬上就有朋友看到 然後就說那我們來量產它 那目前因為衛福部 它是每一個習施的機量 都要不同的藥證 所以其實它沒有辦法馬上生產 那它可以用某種調劑的方法來生產 那最主要還是希望說 各地的教育單位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衛福部在這個協作之後 當然藥證他們本來就有在規劃 但是這個就是開完之後 他們就有一個channel 就是所有連署人 他都可以一次回覆說 可以藥證我們某一某月就發了 那發了之後呢 好像就像台北市這邊 好像市立醫院就已經在評估說 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 就是一般學童的標準配備 就是他們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 來預防精神 因為反正也不會不舒服 這樣 那這我覺得這個也是加速了 一個民生法案的一個進行 那第七次就是 當然5月1號的時候 暴水案件有稍微就是塞車一下 那還有就是說在 Mac跟Linux 或者我們這台iPad上面 暴水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那它用了一個很過時的技術 叫Ajava Applet 就是連他的廠商都不維護的技術 所以大家用起來就非常不方便 那所以呢大家就有人連署說 Ajava Applet難用到爆炸 那所以我們這個案子 這個我花一分鐘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案子一個特點 就是說當時我們的跨部會 開放政府聯絡人制度剛開始形成 那剛開始形成 像我們現在是已經核定變成一個要點了 那但是呢 這一個這件事情當時呢 就是各部會的橫向溝通 它我們才剛開始try 那但是呢開放政府聯絡人 它本來就是model after什麼呢 就是媒體聯絡人跟主要媒體打交道 或國會聯絡人跟立法委員打交道 那開放政府是要跟這種突然冒出來的 但是這個你還是得跟他打交道的朋友們打交道 所以它是比較刺激的 那所以在這位朋友的這個提案下 我們的財政部的PO 就是大家在剛剛的影片裡面有看到 那他就主動拋出來說 這個問題好像不是我們靠國會 為新聞聯絡人就可以解決的 因為這是一個體驗問題 而且它報稅季還有20天 它只會越少越大 它不是我們可以靠發新聞稿去解決 那但是它就來等於算是求救 那我們跨部會的各部的聯絡人 都很主動的去不但是投票 而且就是其實我們那一次就是在投票 稍微把那個是大家模擬的 那第二高票其實就是暴雪軟體 那用到爆炸 所以我們就第一優先的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處理的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開寫作會議 把罵得最充的這些朋友們請過來 就是叫做負能量發電 就是他們充滿了負能量 我們就來請他們來當志工 來發一下電 那後來就發現說 就是當他財政部這位PO 把邀請函馬上PO到 中央聯絡平台上 本來上面可能是8比2的負面的音量 80是負面的 20是正面的 那但是他這樣一PO之後 馬上就翻轉過來 就變成8比2的正面的音量 也就是說大家都覺得說 人啊 這樣子我有拿到邀請函 而且我因為吵得最兇 但吵得最兇不是有糖吃 是讓你來做糖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說他們的參與是很熱烈的 那後來就發現說 這些罵得最兇的朋友 為什麼是因為他們真的很專業啊 是專業的五樓 就是專業的使用者體驗設計師 專業的這個開發者 專業的等等這些朋友們 所以才能夠第一時間就發現到問題 並且提出這種批評指教 所以我們就使用使用者流程設計的這個方法 服務設計的方法 去把大家報稅的每一個點上面 會碰到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要碰到什麼問題 然後touch point 就是他後面接觸到什麼系統 使用者的心情 然後我們都去做了一個很完整的一個mapping 那當然就是說一般服務設計 是說我們要把它調整到說 服務從一開始進入到最後這個 每一個touch point 所以這時間過去 他的心情要越來越好 那在報紙軟體這樣大概不可能 報紙軟體爆完睡之後 心情會變好的人可能很少 然後所以我們大概沒有辦法 把它設計成報紙睡心情變好 但至少不要在中間突然間變差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開了五次的 這個協作會議的這個工作坊 所以說協作會議之後 我就把它帶到院長那邊 那院長當然當時林軒院長 剛好也是相當懂這個 就是財政部的狀況 所以他就是說 那這件事情也許就是 他們的廠商或他們的員工 確實沒有辦法 一下over night就轉換過來 那所以我們就是要靠這些提案人 這些連署人 透過後續的工作坊 後來開了五次 就是來慢慢的把大家的這些建議 能夠對焦能夠聚焦 那所以呢在這個五次之後呢 我們這整個過程都放在網路上 包含設計的過程 以及基礎上面調整的過程 以及當時覺得會當機塞車 後來我們採用雲端 演戰系的話 不會當機等等的過程 那所以這個就很有說服力 因為我們就可以跟所有的 連署人提案人說 你明年報稅 你如果是用Mac或Linux 你本來看到左邊這樣 會變右邊這樣 然後它整個流程都大幅的簡化 然後就不會耐用到爆炸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如果我們是第一事件 就去勇於面對的話 那其實大家就不會覺得說 政府只能解釋問題 而是覺得可以一起解決問題 那這個一起解決問題 就是協作的最基本的想法 好 以上大概是這樣 有位朋友問說 這個台灣的電子業世界知名 為什麼數位排名反而落後 寬頻也不足 共同管道是否應該全力推動 這位朋友 我們通常就是 在說這個足不足的時候 大家最常用的就是WFNRI的 這一份報告 那這一份報告的這個 課點 就是說台灣在上面 這個大家都會去看排名嘛 這個下降啊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如果 如果花一些時間去看台灣在這上面的狀況的話 就會發現說 其實問題並不是在大家平常想像的那樣子 我們看一下要怎麼選 安哥 在這個狀況 等一下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問題根本不是在寬頻建設 靠寬頻建設 其實台灣一直都是在領先區 那而且今天花王也有轉換領先區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如果能夠 能夠靠這個 就是基礎建設解決的 其實花王大概已經解決了 我們台灣的任何一個角落 想要接100枚寬頻 就接得到100枚寬頻的這個比率 放在全世界一直都是領先的 這個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個圖很明顯就是缺一塊 這樣子 對 就是第一支柱的這個部分 就是政治跟法規環境 而且這個還是在下降的 其實蠻誇張的 那其他部分其實狀況都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把它展開來看 好 那這裡面最差的就是 Effectiveness of lawmaking bodies 就是說當一個新的數位的狀況出來的時候 立法院到底能不能夠夠快速的來解決 新的這個創新所帶來的社會的需要做法規調適 這個法規的速度 調適的速度高達139個經濟體裡面的104名 真的是很不容易 OK 對 所以我們反過來講 就是說高達第35名 就是它的緩慢的程度 這個高達第35名 對 然後那 對 那所以我想最重要的這件事情 就是當這個包含裁決嘛 然後包含本來的法規 它其實不能擴大適用到這種創新的方法 可是莫名其妙就限制了發展 然後你提出一個Apple 就是說這件事情不應該適用在這種創新的狀況上 然後一直到這個政府終於拍板決定 這個是或不是的這段時間 這個也是高達全世界第63名的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才是問題 從任何角度來看 我們在別的部分 就算做到滿分了 排名還是不會往上 因為這個支柱是在 就是低的太誇張了 所以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當然我一入格 我就參與那個社會國家創新經濟 那個方案的這個發展 所以這件事情才是我們覺得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目前要用三個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我們把最基礎的法令 就是數位通訊傳播法 先盡可能的希望它在這個會期可以散度通過 數位通訊法是當時會的 無法裡面最沒有爭議的一步 那它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它有兩個 一個是說 它把目前網路上的各個行為 跟我們在民法裡面的各個行為 去做的對應 也就是說 並不是因為網路我們要一部新的法 而是這是讓法院以及行政法院 以及所有其他的法官 律師們 都可以知道說 你在網路上發生這件事 它就相當於在實體世界這件事情 就不會同一件事情碰到 就是我沒有歧視的意思 但是就是碰到不同 generation 的法官的時候 他會做出截然不同的見解 那因為每個人的第一手經驗不一樣 那所以這是一個好像按圖所記的方式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當這種新的數位經濟的議題 像Uber 或者是這些東西出現 它本身就是跨部會的 那以前的問題常是說三個相關的部會 做出三種不同的認定 然後就永遠卡在那邊 那所以這個他就是在說要在院籍去建立 這樣子一種對話的機制 這個對話必須是奪房利益關係人的 就是協作會議的那種精神 我們必須要把所有人都抓進來 那我們把社會同誠法這個概念 這個確立之後 我們才能夠來面對 好比像說Facebook上面出現很多新的購物詐騙 或者是這一類新的型態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WF在看的 就是這種問題一出來 到解決中間到底過了多久 這件事情才能夠比較有效 那我們的第二個策略就是說 我們是靠著四部門 以及靠著第三部門 包含社會企業 來告訴我們新的社會發生的問題是哪些 因為我們如果是用 編年度預算的方法的話 其實政府每年只能改一次方向 那這個其實在新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及時去回應的 所以包含連署平台 以及包含就是透過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接下來的無人載具創新實驗條例 再接下來中小企業及新創的 一般性創新實驗條例 這種沙核的機制 我們就是希望說 這些在違法邊緣的朋友 可以在一個安心的情況下出來 讓我們認識一下 然後帶著法規往前走 而不是說好像政府一定要指定 進產業往哪些方向創新 這個不問了 然後所以這是第二個 就是說由民間來帶領政府進行法規調適 然後有一套有系統的爭議解決方法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說在整個院裡面 有一個完全是一個跨部會的 一個解決這種 好像平台經濟這樣子的一種機制 那這種機制它同樣的需要 內部的這種跨部會的整合 開號政府聯絡人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關於個資 或者關於資料 或者關於法規的韓式的適用 等等這些事情 現在我們就是國法會 這個美領主委 就是去擔任這樣子 一個居中協調的一個角色 那所以他在處理這些案子的時候呢 有一些法解式的一些原則 各位可能有聽過 但是我覺得這是 就是我們政府史上 第一次有人這麼明確講出來 所以我還是背一下 簡單來講就是說 以前個案禁止某件事情的時候 不能因為新的個案出現 跟他很像就用來禁止 個案不能推到同案 通案如果他禁止某件事情的話 如果你回去看子法跟母法 其實他並沒有授權 你用這種函式禁止這件事情 這個同案也是英語廢除 好 那所以這兩個 其實就是把以前說 政府沒說可以做就不能做 整個轉換成政府沒說 說不能做就可以做 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真正的 一些法規調適一些平台 像Sandbox,ORG,台灣 任何人他只要一對法規有疑慮 就可以打080056476 然後就有人來幫忙他們 去進行法治調和 然後產業創新 然後等等這些東西 那當他收到這些之後 國發會的法治協調中心 就會幫忙他去跟各部會 去用這種多利益關係方法 的方法的條論 然後很快地去做出一個解釋 這樣子的就是 然後這中間運用寫作會議的方法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像剛剛講到Facebook上 出現一堆詐騙的這種狀況 其實你如果去任何單一的部會 他都只能解決一小部分 然後只能解釋問題 說對不起 這個我們愛摸能住 但是透過這樣子 多利益關係的方法 把大家都約過來的好處 就是我們就可以像剛剛 報紙問題的每一部一樣 把這邊的每一部都MAP出來 然後每一部裡面 哪一個機關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包含這些自救會的朋友們 也都因為他們是連署人的關係 一起過來也是開了五六個小時的會 然後真的得出了一個 就是購買前購買後 每一方需要做什麼的 具體的這個解決的方法 而且很好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這樣子MAP出來的話 我們不只是可責於就是公部門 公部門當然每個部分都會去解決 好像說你這個快遞來這邊 沒有點機件人 那現在交通部就會跳出來說 這個他已經告訴各地的 他們的就是單位 說要怎麼樣子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有一些好比像說 怎麼樣檢舉不時廣告 以及臉書的確認商家的這件事情 怎麼樣去跟他的廣告管理結合起來 這些事情其實是需要一些教育 然後臉書那邊也要調整一些系統 那這個就是只有臉書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其實會討論到的結果就是說 OK 我們各自都把各自能做的分一分了 但這兩張卡是Facebook才能夠做的 那所以後來我去Facebook跟他們VP開會的時候 就是把這一整套的精神跟他講 那當然Facebook的參與網路之力 也是參與得很深 我們去幫忙是講同一套語言 他們也是用這種方法來進行治理 所以他們一聽到就說 好啊 這個我們責務旁貸 我們的企業的社會責任 那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從當時meeting 大概兩個多禮拜之後 他們就加入了台灣的 五點面商業同學公會 然後就是拿這張圖直接去跟自救會溝通 然後直接用townall這樣子的方式 它等於就是跟台灣的任何一家電商一樣 就是盡一個業者的責任等等 所以就是說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它才能夠回應就是WF的這樣子一個訴求 就是說很快的大家就發現說 像以前大家會接到垃圾性這種問題 也是需要每一個點都做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不能彼此底 想要彼此加強我們才能解決這種新的社會問題 那我們很快的透過剛才講的 就是不管是這種 數位通訊傳普法 基本法律責任的釐清 或者是各種創新實驗條例 是讓民間的朋友們來把問題指出來 甚至我們幫這些解決問題的朋友們 解決他們的問題 以及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樣子多利益關係方的方式 去讓民間的朋友們也知道說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大家一起就可以讓這個問題 消失 透過這些方法 我們才能夠建立一個比較好的 regulation environment 比較好的法治環境 那這個其實是NRI上升 幾乎是唯一的方法 其他地方就是好像寬頻多便宜啊 或什麼人才訓練啊 當然都還有一點點加強的空間 可是那個加強的空間其實是 就是比較有限的 就是白痴幹透更進一步的這件事情 所以希望有回答到 好 我們來看 來 來 請說 這個WF 它有沒有什麼一個 也叫 當然我相信應該是有具可信的 就是說 我就很好奇 因為它是瑞士嘛 那它把我們評比說 確實是現象 但是我們文化 語言這些都是中文 它是從哪些report 知道說 我們確實這麼低 非常好 那 謝謝 對 WF它其實它本身就是一個多利益關係 方論壇 也就是說它並不是瑞士的一個智庫 這麼簡單 就是說它所做的事情就是它去聯絡 每一個國家或每一個地方 可以去看得懂當地的這些東西的人 所以它就是會通常是跟智庫啦 大學 或者是一些意見領袖等等去合作 把他們吸收到這個WF模式裡面 也就是說WF它並不是只是學界的東西 它在Devils或者它在線上Toblink 有非常多政界 有非常多就是實際產業界的朋友們 都被吸收到那個網路裡面 那我自己也是去年好像七八月的時候吧 就接到邀請 然後就說他們要做一個關於就是AI 怎麼樣幫助民主的這樣一個report 那因為他們了解到我是比較懂的 所以就邀請我加入Future of Computing 就是運算的未來的這個Future Council 然後我也就真的去貢獻了他們的report 所以就是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機的 但是它不是開放式利益關係 多利益關係方式 就是說不能說我自己覺得我有貢獻 我就跑進去 而是說要在裡面的人覺得 OK這個人有貢獻 他就會找到這個人 那所以他們的這些部分 基本上都是讓黨底或者是附近 像新加坡 就是對我們看這個語言也沒有問題 然後文化也看得懂我的朋友 去做很詳實的報導 那這個報導其實它在那個Future Report裡面都有 就是它的研究方法 然後它到底具體看了哪些台灣的案例 或哪些台灣的東西來做 所以這個是它建立公信力的方法 就是說它並不是完全看我們有哪些英文網頁 而是說它是跟這個區域的智庫一起合作 但是它是跟每一套智庫的這個統計 或者是它的研究方法是同一套 然後等於大家都用同一套下去量 然後上面還有review board等等 所以我自己參與過這個process 我是覺得是這種多利益關係方的方式 其實也蠻適合用來做這樣子的調查和研究 至少它的過程是蠻嚴謹的 然後它對裡面有參加的人也是非常公開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說對方的研究方法有沒有什麼不足 有些可以challenge的這些地方 所以我自己是對這一套覺得還蠻 至少就是它蠻有參考價值 因為它很穩定 它不會研究方法隨著你是不同區域或不同年份 就有大幅度的改變 大概是這樣 好 可以嗎 好 謝謝 來 嗯 好 時間很快 一小時就過去了 好 我們要記錄下一個小時 嗯 張晶怡同學想要問說 政府努力想推動開放 但是本次勞動基準法的修法 讓許多人認為缺乏溝通以及足夠審議程序 而被認為黑箱以及向資方傾斜而選擇犯罪 以開放政府角度來說 應該如何與民眾溝通才能夠受到預期的政策效果 開放政府其實都讓我們四個支柱嘛 這個就是透明參與是最基本的 透明是說 我們做的事情它只要不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 我們應該要主動公開 參與是說只要不違反這個行政程序法 我們應該盡可能在中間有大家發生的這個空間 那憲政程序法現在事實上也已經在預告修正了 那在新的行政程序法的草案裡面 就明定這個政策的宮廷會的程序 它自己成一個宮廷會專長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把網路參與寫進這裡面 所以不管宮廷還是聽證 它之前之中之後 都會把我們釋出來這些網路參與的東西 直接加到行政程序法裡面 所以這兩個是很固定的 但這個還在預告 這個還不是final 那當然另外兩個支柱 就是除了透明參與之外 只是透明它不表示說 它有克責 它有contability contability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叫政策履歷的一個東西 就是每次都是透明的 可是每次中間的脈絡 為什麼我們這次很透明的開了一次會做出這些決定 下一次很透明的開一次會 開一次的決定 這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一場的公式或結論 怎麼樣進入下一場的議程 這個脈絡的公開 是所謂的克責 就是accountability 你就可以知道 中間每一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它到底是誰講的 而不是好像就是政務官 就是好像對所有的決定都是 都是所謂的拍板 那但是如果置信不利 又回到事務官的錯 這是台灣很長期的一個文化 那我們是希望透過這種克責 就是政策履歷的方式 翻轉過來 是說提出很有價值重新見解的事務官 因為透過主字稿 就是我自己進入了之後 每一場我主持的會議 包含內部的會議 其實都是直接在我們霹靂斯網站上面 是可以看到主字稿的 那這個主字稿的特點 就是說它不是只有我所謂的什麼拍板決定 而是說大家都可以看到 好比說我們最近在討論晶片身份證 那這件事情 你就不是看到我做了什麼拍板決定 而是裡面的每一位公務員 他每一個意見以及這個討論的脈絡 都逐字的公佈在網路上 那所以這件事情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第一個它不會被不當苛責 就是說這件事情 如果我最後把它成為院長 院長做出了什麼決定 但是中間有一些朋友們其實有提出一些創新的論點 這些創新的論點本身 記者是會回來會看到這個的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變成說事務官它可以有一些credit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這一整套方法因為是實驗性質的 所以如果中間有任何風險 就是它提了一些創新的方法 但是這套方式提早公開了 就是所謂的尼稿階段公開有一些風險 那當然是我會承受全部的blame 所以就是說我這個政務官蠻奇怪的 就是說我的credit盡量是給事務官 但是就是有風險都會吸收 但是在這個環境之下 就是這個完整課則的環境之下 我們真的看到事務官同仁就很勇於發表意見 然後甚至在會議上我看slido 很勇於匿名的發表意見 因為他們就知道說反正有風險都是他們的 那有credit的話在他們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課則本身這個開放不只對民間有好處 它不只辯明 它也不只是防閉 它也心理對於我們自己的行政程序也有幫助 因為當會議開完之後他們要給承辦人 或者給下屬機關的時候 就不用傳播上意 不然大家都盯著30次的會議結論在那邊傳播上意 那因為大家都看到這個過程 大家都知道自己長官在這邊到底講了什麼話 所以就基本上沒有什麼誤解的空間 也不需要來回的溝通 這是課則 那最後一個就是涵容 就是inclusion 那就像這個透明的深化是課則一樣 參與的深化是inclusion 是涵容 涵容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這些早期的這些參與模式 包含這些院長信箱或這些宮廷會 其實它都是對於文字能力好的人 是非常偏重的 如果你的文字能力不好 不管是閱讀還是書寫 是非常非常吃虧 就算是有很好的第一手經驗 基本上這個討論也不會進到正式的討論過程 因為這些channel基本上都是靠看字跟打字來進行 那所以inclusion是說不同的認知模式的朋友 他應該要可以在自己束縛的地方 或甚至在離他家近的一個公所或哪裡 他就是用這種講話的方式 或者是用對談的方式 或者是說他希望用快速繪圖的方式 不管他偏好哪一種參與模式 我們都把資料轉移成他看得比較動比較舒服 他不管偏好哪一種表達模式 我們都把這種表達模式透過形式圖 透過其他地方 把它收進決策的程序裡面 那這個叫做inclusion 他的目的就是我們不要只偏重文字能力好的朋友們的這種聲音 所以這邊是對開放政府這四件事情 但是這個程序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需要各個利益關係方都暫時放下 我們要把事情往哪裡帶的想法 它需要一段時間的協商期 或者像這位朋友說是審議期 就是說我們可能要長達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這個政策它就是不會像不會拍板 不會去做任何這個更動等等 那在這三個月過了之後 我們才忠整大家的意見 然後進入下一階段來討論 所以它當然是對於這種快速的想要因應的形式 它既不是特別快也不是特別慢 它大概就是三個月的時間 或兩個月到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當有一些政策它沒有兩個月或三個月的時間的時候 基本上不會來使用這套程序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它可以很有效的降低風險 可是它也只降低到一個程度 因為中間會有非常多的 你不認識的利益相關者都跑過來 那當然我們對於翻桌這些東西 目前都會有一些設計讓大家翻不了桌 可是即使翻不了桌 你還是不能夠排除說 這個討論的範圍 隨著討論它還是會不斷擴大 就是說並不是只有政府想解決的問題 會被提出來討論 這個問題背後更深層的結構因素等等 一定會在討論的過程中不斷地擴大戰場 所以它這件事情就算我們到最後都收得回來 它還是會有一定的風險 這個一定的風險是跑不掉的 那所以為什麼 比如說報酬軟體案 或剛剛我們舉的那一大堆例子 會採用這套方法 是因為你如果不處理 你什麼都不做 或者是說你用傳統的方法做 那個風險更大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會來用這套程序 因為它的風險是有限的 是可控的 但是如果反過來講 就是說本來就是這個部會的首長 覺得說 那這件事情我本來就沒有風險 或是說這件事情我相當確定知道說 我的風險就是這麼多 而且我準備承受 那他就不會來用這套 就是風險是可能比較大 但是在可控制範圍的這套方法 所以就是這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時間上的 一個是風險範圍上的 這兩的判斷就能造成 政務官使用或不使用 這種深化參與 或者生意的程序的決定 那因為我自己基本上就是 作為公僕的公僕 我是服務 整我的事務體系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這套方法好用 那當然我們就花很多時間 來幫大家準備 來做教學 事實上所有協作工作坊 都用那個公務員學習時數 事實上理論上 我們是在就是透過案例學習 來教大家 那但是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就像我們用slido一樣 大家沒有問的問題 我不會強迫要講給大家聽 所以這個情況下 如果有某些案子 就是那一個部會判斷說 即使它是連署案 或它不是連署案 不適合採用這套方法 我們不會去強加命令 去說你一定要用 我一定就是要你承受 更多的負獻 或者是我一定就是要你付出 額外的行政負擔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 怨者上購的概念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 就不講特定的法令 但是在一些情況下 政務體系的判斷是說 它要嘛沒有那麼多時間 要嘛它覺得這個風險範圍 是可控的 不需要再擴大戰場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不會來用這樣子的方法 所以這個的預期政策效果 它並不是獨立 與其他的政治脈絡之外的 它是在政治脈絡裡面 跟別的溝通方法 去進行比較的這件事情 所以除非就是民間現在就是有一種 就是好像說我們把它寫進 未來寫進行政程序法裡面 或寫進政府資訊蒙開法裡面 我們把它變成說 每一個案子都非得這樣子做不可 不然的話 其實目前這都還是得嘛 得就是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的 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想我們依法行政 就是目前為止的狀態就是這樣子 那也很誠實的跟大家報告 紐森老師說 大數據具有極高的開放價值 目前政府對於大數據的資料開發 運用的方向為何 而且我剛好有張簡報 之前我們說open data my data 所以雖然大數據大家現在比較聽得懂 但是中間現在我們還是用一個 就比較就是古老的名詞 叫做巨量資料 但是是同一個詞 那 開放資料 巨量資料 個人資料 在前一任政府的時候 大家可能有看過同一張圖 但是是化成文師圖 就是三個圈圈是彼此重疊的 那然後呢 就遭到了這個 包含財全會在內的許多朋友們的不滿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個人資料是 大家只是願意政府在處理 某件特定的事情的時候 儲存在政府裡面的東西 政府只是待為保管而已 政府不應該把它變成是政府 覺得自己行政流程裡面的東西 行政流程裡面的東西 你要做趨勢分析 要把它全部開放出來 那當然是政府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理論上 這個個人應該要控制權 所以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 特別是健保資料庫那一案 就打了非常非常多的官司 上訴 上訴現在在實現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紅圈跟綠圈中間的這個 到底能夠重疊多少 目前在一個不是非常確定的狀態裡面 那我自己的態度是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個人資料 從我們每一個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然是希望他如果被使用的話 我要能夠知道 至少知情嘛 那但是呢 如果他是就是統計 就是說好比像說台北有多少多少人 那我在這邊只是一個數字一而已 所以就是基本上除非他能夠還原辨識到我 不然這就是完全只是統計而已 這個時候你想要統治也不可得啦 說真的 就是說他只是一個數字 但如果這個統計範圍太小 好比像說像之前財政部財資中心 有做一個所得的那個分位的那個 就是開放資料 那如果在這個小範圍 這個稅調統計區裡面 只有你一個人年薪高達 這個最高的報稅級距 所有其他人都在比較低的報稅級距 那這個時候呢 他的數字 你的統計出來就是1 而且你就 你如果就是去當地問一問說 哪一個人房子最漂亮之類的 那你就被還原了 那所以這件事情在當時財政中心 進行這份資料集的時候 像這種離封值 他是直接拿掉的 好那直接拿掉 他就釋出一個 應該是對各自沒有什麼侵害的這種 所謂取失別化後的開放資料 可是這個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資料的可用性非常的可疑 就是你要拿他去用什麼 做什麼研究 你都要理解到 這邊算出來的平均數不是真的平均數 中位數不是真的中位數 回歸分析不是真的回歸分析 他資料是有漏失 而且你還不知道 他的漏失程度是多少 的這個情況 所以其實很不適合拿來做研究 那當然你還是可以做一些 比較廣泛的研究 可是都是對研究員來講 這個的可用性是非常可疑的 所以我們現在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他如果是開放資料 那他就是不要有任何各自的利益的 所以像我們現在在做 所有的公共民生物聯網 我們就是把各地的空氣品質監測 空污的資料 然後所有的大氣 所有的這個氣象的資料 所有的即時災害防救的資料 水位戰的資料 地震速報的資料 所有這些一條河不會突然主張 他要各自嗎 所以理論上都沒有各自問題的這些資料 全部都放到 好比像是我們國王的 那個新的那個PETA scale的一個 超級電腦的運算中心裡面 那當所有的這些巨量資料 都集中在這個主題上 而且它都是開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叫做open algorithm 它就是跟open data 是對稱的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開放的演算法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學者就可以說 我不用每天下載這種 億兆量的資料 從國王下載到我這邊 因為所有的即時空氣觀察 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那個資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但是呢 我們就是把國王的這個運算的 這個模式 它的API 就是它的對接的這種方法 把它公開 你只要符合這樣子一種格式 你就可以預期說 每天都有那麼大量的資料 就可以運算 所以你可以把演算法 把這個程式 拿到這個電腦裡面 這個超級電腦中座裡面 每天幫你算 是用的是你的演算法 你的統計方法 然後你每天只是下載 這個統計資料 舉例來說 如果你研究的就是說 每個地方的空屋 它每一天 它到底是 哪些是移動污染源 哪些非移動污染源 哪些是境外 然後它的這個預測模式是什麼 那這個題目現在是 可能台灣最關注的題目了 從這個資料科學的角度來看 那這個時候 大家就不用辛辛苦 從各種不同的來源去蒐集 大家可以去把各種不同的連算法 都丟到這個上面 用相同的資料 這樣子才有可比性 而且沒有資料損失的問題 而且未來當我們這套方法 可能在一年之後 正式上路 然後開始運行 真的能夠解決一些社會上 懸疑已久的這種疑問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比較理解到說 OK 我們可能真的需要一個 各自專責機關 所謂的DPA 因為台灣是唯一一個有各自法 但是沒有各自專責機關的一個地方 而且事實上這不是 因為我們按照我們各自法 每一個主管機關 都是自己的各自專責控制機關 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有三十幾個DPA 去國際上加入團體的時候 可以有三十幾席 當然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對 就是說 每個部會是自己的DPA 這也就是為什麼之前開放資料 推的那麼兇的原因 就是因為部會之前交換資料 就好像外交談判一樣 基本上是非常困難的 那所以最簡單 反而是我A部會釋出開放資料 給B部會去下載 這樣反而比較容易 所以它就衝到了開放資料 所謂世界第一 就是我們所有十幾種基本資料 都是開放的 那原因是什麼 就是本來別的國家 都去內部交換 因為他們沒有各自專責機關的東西 我們這種投入公司交換 還比較容易 所以是算應貨得付 但是不管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最後還是要有一個DPA 有一個各自專責機關來解決 那等我們有這個各自專責機關之後 這個各自專責機關就可以去對 這種個人資料 就像所有其他國家做的一樣 去看這種學界的這種開放式的演算法 然後說好 那這個演算法 我們有一些量化評量的一些方式 它不會造成各自侵害 而且是可證明它不會造成各自侵害 它用可能就是Differential Privacy 或一些技術 它可以算出它各自侵害率 就像污染的排放量一樣 它是低過某個標準 那對健康不會造成傷害 那這個這樣子 這種已經被證明過的演算法 就可以帶到這些各自的主管機關的資料中心裡面 這個資料各自絕對不會離開這個中心 但它可以經過這個演算之後 把不會侵害各自的相同格式的 沒有摧毀掉統計可用性的這種統計 再把它釋放出來給研究的朋友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同一套演算法 你就可以比較各國的差異 你就不會因為台灣這邊摘掉一些資料 然後別的國家摘掉一些資料 這種好像沒有可比性 而是說同樣依靠演算法它就有可比性 可是等到要我們做這件事情之前 就是個人資料的open algorithm之前 首先要有各自專格機關 然後大家要對這種無設各自的開放資料 進行這種分析已經習慣 這兩個條件要滿足 我們才能夠往就是open algorithm的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我們目前的個人資料 僅限於在可置化服務 就是我自己至少以前要跑 比如開家公司要跑五個不同的機關 然後我機關還可以認識五個不同的人 那也就算了 那現在就政府都電子化了 所以就上五個不同的網站 所以我又不能認識五個不同的 這個林貴歸臺承辦的朋友 我又得同樣的資訊填五次 而且個字還不一樣 這個其實是非常惱人的 那至少我們可以去把資料傳接這件事情 我的個字可以存在A機關 但是我授權B級關在我填標這個當下去引用它 我至少就不用填五次 但這個就是為這一個人的服務 他不是為學界研究的服務 所以可置化服務的這件事情 跟趨勢分析這件事情 目前是不重疊的 未來當然如果有人想要跟人資料做趨勢分析 國際上有一些不違反隱私的方法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到 能夠馬上引進這套方法的條件 但我們現在正在試著把這樣的條件創造出來 所以大概是這樣 來 我是提問者 那譬如說哪些個字是屬於誰的 譬如說我們e-tech e-tech是遠傳的還是我們自行的 因為我現在我在做交通研究的話 那e-tech跟他要 他不見得要送給你 類似這個 這是國家的資產還是他的資產 好 非常好的問題 這個有一個標準答案 就是看當時的合約怎麼簽 真的真的是這樣 對 那所以像e-tech實際上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因為之前它的那個路徑資料 就是這個不同的gate 然後從一個車牌 你不知道哪一個車牌 的這個路徑資料 它確實是一定程度去世比的話之後 它是有釋出的 那學界朋友也覺得可用性相當的可疑 但是反過來人權團體的朋友就說 如果當天是半夜三點到四點 那一個收費站到下個收費站 這只有一輛車 那這樣你不就視覺它了嗎 對 就是說兩邊都不滿意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剛剛講的open algorithm 其實是很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它釋出的是合成資料機 就是說裡面任何一輛車都不是真的車 那它讓你熟悉這個資料它的variation 或者它的一些 反正我們可以把合成資料也合成到 常用的演算法算出來的無一樣 那這樣你可以先拿合成資料機去寫演算法 寫完之後如果這個演算法 大家看過都是做成本格子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給交通部 或者是給隨便他們當時合約說的 data owner 選擇誰了 然後你給這個data owner 那這個data owner 或者data controller 他就把你的演算法進行演算之後 就把結果給你 就這樣 那所以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是說它資料並沒有離開 它的data controller 的地方 所以它沒有各自外泄之餘 你不需要就是不能帶隨身碟的進入一個乾淨的房間 然後這個什麼只能靠搗帶被資料 什麼之類的這種方式去做研究 那個是很辛苦的就inclave這件事 那第二個好處是說 隨著每個研究做出來 研究人員做中間才有可避性 對 好 那有人來問說要不要休息10分鐘 這是屬於程序性臨時動力 哈哈哈哈 好 那所以我再一句話回答這個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像 EDCNL案子或現在健保座在國外 它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法律上面一個試驚試 就是我們把法律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這件事情試出來 可是試出來之後 等這個邊界確定之後 就像OPOM GDPR確定之後 我們在這個確定的邊界裡面 我們就要被逼著要創新 然後就要用一些窮新的方法來解決 這個資料可用性的問題 那目前事實上是有一些很確定的方法 我們現在只需要有足夠公信力的各自會 來去說這套方法是可能的 所以我想我們未來是往這個方向走 我不是不敢對休息十分鐘 所以現在是十點十九分 我們是大概二十九分 我還在這邊 這樣可以嗎 OK 好 那就十分鐘後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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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啦,不然這樣子 阿班長 阿班長 給全班的 下一任 阿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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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進去看 那邊有座子 我看過我們先六時在早上 坐三 三四個的話 我們就直接給你住地長 他就可能去 不要不要 我不知道那邊有幾個 沒關係 這樣看好這樣 我們還是有一個方向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ntrepreneurship 所以基本上要選擇 西關先生 中國 것도擁抱 大學都要選擇 戰勝 傾斌 多年 不然我覺得再一直往後演 不然不會再當中我耳朵再講一次 每個時間都會沒看 上來一下 真的喔 太滑 我們是同一組嗎 編論 是啊 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需要 要剪載 我一定會上去 現在都我是不清楚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寫12章 寫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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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找資料 這麼複雜 他剛開始覺得 聽12章 寫12章 寫12章 我都第一人 面對著 我不會 我對著我們兩組就不死了 第三 三遍是對的 三遍好 那三遍是誰 然後第四個就是總結 那總結是虛擁 第四個總結可以 第四個總結可以 是非法律 寫12章